宋一鸣与妻子陈维林先前一一起发光教会 卷入一连串争议 还被前教友举报讨漏税 其中一名教会前员工 声称自己遭到冒名用印 签后三张收据 金额共约十万元 因此控告陈维林涉嫌伪造文书 不过调查后发现 协会同仁曾约定盖章方式 且当事人也有表示同意 没有证据证明陈维林的罪行 因此宣布不起诉 对此宋一鸣陈维林 通过教会社群发出声明 提及这一年多以来 每个晚上都必须不断祷告 才能找回内心的平静 夫妻两一位前员工提出的不实指控 造成了身心灵伤 难以弥补的伤害 有趣事实的谎言 更让外界误解的两人 造成名誉上的损失 对于不起诉处分 宋一鸣表示感谢主 也很感谢地检署检察官 证明了两人是无辜的 相信一切都有神最好的安排